欢迎订阅娱乐小工举李小璐叶素皮几万家的事件 虽然几方都澄清了 但是网友都不太相信 在李小璐的微博下面 热评第一都有20万了 其实不管事件真相如何 贾乃亮和李小璐应该还是会继续在一起 因为早在去年的一档节目里面 就揭示了今天这一幕 之前贾乃亮和李小璐一起上节目 主持人阿雅就问过贾乃亮 会不会把自己很帅的男生朋友介绍给李小璐 贾乃亮心也是很大 说一直在介绍啊 看来李小璐成了皮几万不用避嫌的嫂子 也不是意外情况 关于像皮几万这样的异性闺蜜 贾乃亮也说了 能接受 房闺蜜这话就是不对的 又问他能不能接受李小璐有异性知己 贾乃亮也说了 随便随便 看来是非常有自信了 贾乃亮心挺大 真的 阿雅还问了他们关于出轨这个婚姻生活里敏感的话题 要是李小璐出轨后主动承认错误 贾乃亮到底原不原谅 贾乃亮也是很宽容大度了 说各自给对方五次机会 不知道亮哥给的这五次机会 用完了吗 贾乃亮 Jersey